你知道什么叫生命的力量吗 来 你看 它这个全部都把它顶起来了 看到没 完了完了完了压实了 你看 把它们全部都顶起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 这个图弄的还是稍微有点厚 完了完了 那这个是咱们前段时间播种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勋章菊是吧 爆西鸟那个是勋章菊 那个前两天我们后期小哥 他们说这个是吧 然后这个播的是比较匀的 只长了一半 另外一半是缺水 另外一半是缺水 没有长出来 其实补上水一样 然后我们后期小哥要问 为什么老是蔫啊 我说你不能现在 你这种像这种情况 叶子长出来了 就不能说是再以喷水来维持湿度了 有点正常的浇水了 还得给逐光照 还要适当的去控旺 可以打一些矮装素 也要适当的去补一些肥料了 这个时候 你要不然是吧 长长就废了 跟它那个抽姜草一样 那这个呢 像现在这个时期呢 有一个小的一个缺点 就是咱做错了一点什么事了 就上面的那个土层敷的 还是太厚了 其实应该敷的再薄一点 生命的力量 大家也都见证到了 这个呢 现在也是给足光照 放到稍前面一点的地方 光照给的旺一些 正常的去浇水就好了 等到这个叶子 长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进行施肥了 要薄肥啊 一定要给足光照 反正的话 我在播种的时候 就说 老花一我这个长得不好 这那那的 像这种时期 才是树立它一个成型的一个重要关键时期 光照不足就不行了啊 好吧 这是咱们播种的 那么呢 前两天 咱们这个种下去的一些个种球 也发芽了 这个是我们家 放了一根这个薰衣草进去了 这个是那个灵栏 这个灵栏现在也都长出来了 只要是温度好啊 这个东西都没问题的 反正的话 我说为什么我种的怎么怎么地的 还有花友们寄养的那些种球呢 也出来了吗 没有吗 这个也得浇点水啊 这个也得浇点水啊 而花友们寄养的种球呢 现在是没有什么动静啊 我看看有没有动静了 这个有点缺水了 有点缺水 给一遍吐水这个 这个花友寄养的是那个花葱是吗 球根的海棠 哎哎哎 看看 得亏我我我我没什么使劲 看到没 红红的这 这个就是了 看到了 能看到吗 就这个粉红的这个 现在看的还不会很清晰 这个已经复苏了 另外花友的那个花葱呢 由于咱们种的比较深 还没有动静 就是跟花友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下 播种的一个事 其实像养花呢 就是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呢就是这个气温啊 是吧 包括大家的一个地理环境啊 方方面面的 包括一些个硬性条件 如果说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 是很难去养护的 其他的也没啥了啊 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吧 播种的话 温度尽量的是在15度以上 低于15度的话是不太现实的 好吧 长成这个样子就开始要空旺了 就要开始给出光照 等等一系列的了 浇水呢也要给出量了 现在就不能再是 像以前一样说是喷水保湿了 光单纯的喷水保不够湿 保湿是不够的 这个是可以继续那个样子 但是弄的有点厚 别的没啥了 嗯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有钱的养味料可以收拾一下 留意啊 我来花一 养味注意 到了